当初写本子的时候呢 陈强就提醒陈佩思了 说呀 这个戏要想好看 得有冲突 不然的话就缺了点 这个精气神 你看 这个姜还是老的辣 这一句话点中要害了 咱们回头再看 小品吃面条 是不是正应了 这个陈老爷子说的冲突 这一上来陈小二说了 正好今儿我没吃饭 没等导演还开始 他踢了图炉 一碗面条先下肚吃完了 紧接着一会儿一大碗 一会儿又一大碗 最后陈佩思是 打着宝阁啊 还得演这种狼吞虎咽的 这个镜头 这不就是冲突矛盾 行吧 好 那我咱们坚持 坚持一分钟好不好 一分 一分钟就一分钟 哥们的注意 好了 来 这么拆 一分 你看这个喜剧效果 通过这么一演绎 马上就出来了 台下观众也是斗得前仰后合的 笑得直不起腰的 之后呢 几乎年年春晚 都能看到陈佩思 队长 别开枪 是我 是你小子 是我 我 我抱着 说吧 说什么 随便说 那我就全说了 说 本人陈晓二 男二十四岁 民族汉 家住罗关胡同 一百零四号 背部前夕 小刀公司 住一路四路 公共记者 特办员 真幽默 师父 你是新疆来的 新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不是说国人们 乌鲁木齐阿家庄 我的名字 阿里巴巴 你是我姐夫 不不 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 在法律上 不不 不是有事实了吗 你别这么说 不不不 不是 这不是一回事 不不不 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别咱妈咱妈的 那是我妈 你妈身体 没关系 不就是新疆病 对不对 让她看 再说了 咱姥姥的 咱咱的 套什么劲 你姥姥的 你姥姥的 他们家是恋户 可谁见过 有这么跟主子恒的恋户 除了这些小品 陈培斯还有好些个喜剧电影 你像二子开店 傻帽经理 太后吉祥 这些个 咱们随便从里头 摘几个片段 大伙肯定都有印象 所以不少人都认为 陈培斯是小品起家 然后转战大荧幕 其实正好翻个个 1979年 陈培斯在中国 第一部生活喜剧片 瞧这一家子里边 就演这男一号 胡佳琪 那时候差多大呢 他才25岁 笑一下 这部戏也是陈强和陈培斯 首度父子同台 经常是陈老爷子拍完了 自个儿的镜头了 然后跑到监视器那边 去看儿子表演 然后指导他 哪个地方不对 你得怎么怎么说词 你什么样的节奏 眼睛往哪看 怎么这些细节 你比如说有一段 陈培斯谈了个 新华书店的女朋友 他爸就误会了 爷俩吵得挺厉害 这陈强老爷子 就跟陈培斯就聊 说你怎么表现 这个不服这个劲 直接背过身去了 不看 这个肢体语言呢 还不够担保 你得跟着脖子 眼角再往先洗了点 是吧 这一下子表演就有层次了 陈培斯 我们也是 说那我再加个道具 把衣服 先搭在肩膀上 等到吵起来的时候 我把衣服 往床上一轮 咱们看这一段 父子争执的时候 确实比这个 光背身过去不说话 情绪要细腻得很多了 要饱满 佳琪 你 哎呀 您真是的 您怎么让我爸爸去了呢 轻点 我去怎么了 交朋友也得讲个质量第一 像他这种厕骂吧 你 怎么 这就对你负责 好了 好了 你不服计时怎么着 行了 别说了 别说了 这姐姐把气死了 别